最近還有一個新聞提到就是說 我們的勞工朋友 我們的這個勞退基金 不是虧損嚴重嗎 那個小英總統不是講說 每年要補這個多好 200億進到這個 但10兆的損失200億 怎麼有辦法能夠填補 那如果我們把這些政府 花的亂花的這些的錢 像你剛剛前面提到 立法院該不該過 不會啊 如果我寧願把這個東西去補 給我們勞工的朋友 因為他現在已經10兆的虧損 在那邊 所以國家的餅就這麼大啦 你就說你會拿去說 現在鳳梨在熱度上 我就隨便撒去什麼冷鏈技術 那實際上你根本 保存期限變長了 但是市場根本打不開 一樣的狀況嘛 所以委員意思是說 可能就您的部分 或是國民黨這邊的部分 可能會就傾向 你有一些不切實際 只是在做宣傳的部分 我就把它砍掉了 對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那個友志哥的時間 也到了對不對 謝謝友志哥 還會不要再問一題了 我本來想問你願意嗎 你要問什麼 我想問就是鳳梨的狀況 其實我也看得很有趣 因為昨天一個鳳梨各自表述 就是有一個農夫 他就是擔心這個鳳梨 可能會見價嘛 然後他就自己載著 一車鳳梨來賣 然後呢 10塊錢嘛 對 我看到我們中天在講 一顆鳳梨10元便宜賣 民眾搶購 當然農民探說 總比不要錢好啦 對 對 然後呢 但是有其他的媒體 就很多就是說 農民什麼自立抗中 然後就是說 10塊錢消費者 撿到便宜 當然媒體各自有 各自的解讀 你可以很樂觀 可以很悲觀 可是鳳梨10塊錢 其實農民真的是 很快樂說 我在抗中啊 我就10塊錢賣給你 我也高興 你也高興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要不要把這些農民的心聲 我們把它接到 如果農民有USB投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 我們把它接USB線出來 真實的畫面把它亮出來 放到我們的大螢幕上 我跟你講 這些農民三字經連篇 我沒騙你 他已經狂幹狗這個政府 是啊 你覺得你相信嗎 我花成本80塊種的鳳梨 然後我10塊錢賣說 我要抗中 我寧願賠70塊 這是自由鳳梨 我很開心 我賣給你 你吃得很開心 我賣得很開心 我怎麼鬼扯 我才不相信 如果真的有USB孔 可以接出來 然後接到大螢幕 我跟你講 真實的那個農民 會在那邊 像館長一樣 三字經連發 為什麼 這就是我的心血結晶 我花了這麼多的心思 我跟你講 農民最討厭聽到叫什麼 叫耕廚 就是農民最討厭聽到 就是賤賣 他寧願耕廚 你懂我的意思 你寧願你把這東西毀掉 我不要把這東西賤賣 跟便宜送給別人吃 因為我會整個市場打壞 我以前買那個鳳梨一顆10塊錢 你現在怎麼變了一顆80塊 許甫真的太棒了 我還沒想到幫我把它解釋完 真的是如此 你知道他寧願耕除掉 他也不要把這個所有的鳳梨 所以你常看到這些是沒有辦法 他寧願把它羹除掉 你流到市場去 我跟他下一波你要怎麼賣 你告訴我 這會惡性循環不斷的下去 再來我的心血 那你給我賤賣 那你就代表說我的東西是不好的 所以整個農民不會有人 因為這樣子開心的 那種不開心 你看為什麼大家不敢這樣講 然後被硬生生的灌上這樣的標題 我跟你講你得了便宜還賣乖 你欺負人家 現在還要逼人家說假話 你真的消費農民消費到夠了 為了一顆鳳梨 把所有的人心 全部都葬送在這一次裡頭 你怎麼可以把農民 這麼辛辛苦苦的結晶 畫上你的標題 只為了成就什麼 反中 完全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寧願現在的政府 把這當作是稀鬆平常的小事 然後跟大家共提時間 把這一波過了就趕快過 能夠賣完了 就像剛剛斌哥講的 好啦太棒了 你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已經賣掉四萬五千多噸了 恭喜啊 接下來下一件事情要做了吧 趕快去做別的事吧 包括疫苗護照啊 包括下一波的農業 甚至下一次 如果再這樣子搞我們 我們剛剛那一些國家 是不是要趕快去談 趕快去賣 不是耶 下這種標 到處去 我跟你講我相信 這一定也是上頭指示下來 哎呀這個 你看那邊有十塊錢的 那邊有全部的 大家趕快去拍 拍完之後呢 下一個抗中 你為什麼不說血淚 這樣同樣的標題 就是不同的結果 你今天為什麼不在標題上面 學血淚 然後70元的成本 硬生生十塊錢賣掉 血本無歸 為什麼不下這種 一定全部都在賣 反中標題 整個現在民進黨 完全不符合成本的 大力在玩鳳梨這件事情 甚至大家現在被變成什麼了 你只要不幫忙鳳梨 我跟你講就是舔共 你就是不愛台灣啦 若有志你買了沒 每次我只要直播啦 我早上的廣播 我只要講到鳳梨啊 怎麼樣怎麼樣 我現在是政治考量 你買了沒 你沒有買 不要在那邊靠北啦 不要哭啦 走開啦 你去買啊 你舔共啊 你不是台灣人 你不愛台灣啊 奇怪了 我不買鳳梨 我就不愛台灣啦 我為什麼現在被操作到 就是這種標題 是 就是類似這樣子 農委會 整個政府大力的告訴你 整個風向在這裡 所以連我們所有媒體記者 也跟著這樣下去 然後到時候傷害的是誰 還是我們自己 所以我就說 這次鳳梨 根本不是農業事件 陳吉仲 你也少在那邊什麼貿易跟政治 今天就是你們民進黨的 大內宣跟選票事件 你為了鞏固你的神主牌 你不能讓反中 台獨跟反核這些崩潰 所以最近的事情 藻礁是為了反核 鳳梨是為了反中 就這麼簡單 你不能讓整個反中的情緒 有破口 讓年輕人終於發現 中國大陸好厲害 不能發現中國大陸 原來你家的賓士 你的房子 全部都中國大陸捧場 你的鳳梨 蓮霧 世家買來的 為什麼 他們會崩潰 從小教科書告訴我的 中國大陸現在還在啃 對啦 沒有講那麼誇張 什麼啃樹皮 可是中國大陸有Google 中國大陸竟然還有百度 然後我問這些年輕人 那你有沒有在看陸劇 有啊 大陸劇 看看大陸劇 可是我們邊看的時候 覺得他們好可憐 我說奇怪了 你要不要真的去大陸看看 現在大陸的狀況是什麼 現在民進黨利用這一波 趕快把終於認識大陸的這個消息 把他壓下來 是 年輕人不要清醒 來 睡喔 來 繼續睡 乖 然後毛一直摸 沒事 沒事 你看我們反中 我們抗力 你看我們 那個標題叫什麼 自立抗中 自立抗中 來我們一起來 往這邊 不要看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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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邊看那邊 反中抗中 乖 然後繼續睡 繼續睡 然後你醒來 對啊 中國大陸很爛 連Google都沒有 然後突然下一個事件 連霧又來 釋迦又來 反正又醒了 怎麼大陸這麼厲害 沒有 乖 睡喔 睡喔 大陸很爛 要繼續睡 然後等到四十歲了 這些年輕人 三十五歲 四十歲 開始要出去外面做生意 開始要出去外面 市場看到真實世界的時候 突然真的一口氣清醒過來 蛤 我們落後大陸這麼多啊 原來大陸 現在已經進步到這種地步 以前為什麼民進黨政府這樣騙我 來得及嗎 來不及啊 然後你又被新一波的年輕人笑說 你看 你們這些腦哭哭 你們這些講的話我聽不懂啦 舔共 新的二十歲的人在笑你們 現在二十歲變成四十歲的人 在二十年後的事了 對 可是你來得及嗎 你回過頭來看 我跟你講你什麼都來不及了 我們真的希望藉由這次的鳳梨 年輕人你看清楚大陸的市場 你要不要 我問這句話最後結尾就好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眾議院行為不會消失 事會更強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